穿上帥气飞行装 坐上轻航机 翱翔天际 前螺旋桨不停转动 使用发动机提供动力 手紧握方向手把控制上下左右 开始这趟飞机自驾旅程 好 现在手平感觉就好 不要去干擦 好 不用担心 现在我会开始做保险 你听我的指示就好 你的手就是hold住它 比较刻意地去敲动它就好了 因为你动作太大 我的手就会过来了 因为我也在飞机上 3 2 1 hold住就好 好 你再开飞机咯 待一点 待一点 后面待 停 好 停 好 你再开飞机 很好 就大概这样速度 感觉到飞机好像没有在动 对不对 飞得很好 但是你看右边有没有看景物 有没有 戴上抗高耳机 细上安全带 轻航机隔音较叉 透过耳机上的麦克风 与飞行教练进行对话 高空俯瞰美景尽收眼底 其实如果说像这种田园 你看像开车一样很平稳吧 对 很像开车一样很舒服啊 近年来台湾轻航机发展热趋蓬勃 轻航机正式名称为超轻型载质 为了飞行安全 根据民航局规定 轻航机需配有超轻型载质检验合格阵 提供及时定位回报机制 将载质的影像 位置 高度等相关数据传回地面 另外提供足够的电力 作为无线通讯系统使用也很重要 如此一来就不会干扰其他电子系统操作 如何 我觉得我不能开飞机 我会晕车 你会晕车 你节目效果吧 轻航机本身重量较轻 气温太高时热气流旺盛 飞行过程容易有明显晃动 就很有可能造成晕机 这种平顺 就是刚刚我稍微动的时候 那个真的很敏锐 所以我就觉得 它也是这样操控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没有按一个干 就对还是会晕 想要体验轻航机活动 必须年满15岁 且必须是合法协会会员 因此有协会为推广青航机开放临时会员方式 让民众也能体验自由翱翔的快感 八道新闻综合报导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